蔡頭老師 以你的資歷 你現在在演藝圈 大概走到哪裡 大家都是蔡頭老師 對 可是你也曾經有年輕的時候 也是被人家這樣子 忽來死去 忽來換去的時候 哪有他年輕是流氓啊 恰臉恰紅啊 誰敢碰換你啊 他流氓也有小流氓 碰到老流氓的時候 對啊 剛出道的時候 剛出道是真的講真話 你一看到黑道的 你不要看黑道 黑道還要是學長學弟 對啊 我們剛出來對不對 是幹什麼你知道嗎 當學生的時候先混太保 在學校 太保 太保最怕的就是兄弟 所以說我被學校開始以後 我那時候是太保 然後身為兄弟的時候 好 爛爽 你知道 大妹啊 那不是大妹 以前太保在混 看到我都 以前對我不怎麼樣 在車站看 看到我 要帶你那個 我看 不錯 但是我一回到我的進階兄弟 我就輸了 像我去吃飯對不對 我們那時候也不知道 好 跟大哥一起去吃飯 阿九要吃什麼 老婆飯什麼叫我叫 我就拔下去 人家就拔下去 拔下去 老婆還沒吃 吃什麼 老婆還沒去吃 老大都還沒有動筷子 你就先吃 真的 像這種規矩都不行 好 我 以後我去吃飯 就是本來在家裡沒有學家教 結果來到這邊當兄弟 還要學這一套 真的 不是 規矩還更多 有時候去吃飯 跟別的角度喝酒什麼 老大一做 怎麼說這樣 你怎麼說 你怎麼說 對啊 就是這樣子 老大坐在那邊 唉唷 然後旁邊就站起來 你是怎麼說 我有拉大一向跳起來 我會笑出來 沒有 那時候我的臉 不是這樣子 真的喔 臉還會變的 眉毛都連在一起 這樣很像風師爺 很像風師爺 那個時候那個氣質 後來是現在有整形 是 沒有啦 不是 現在有念經 對 你會講這樣子 有念經 像有心聲啦 但是有時候也會出錯 有一次喔 老大說 你說什麼 我站起來 外地面 就打了 是 結果怎麼樣 老大拖回來 我說你 我也沒說 你是在... 你是在打什麼 好 要打得好慘耶 真的 他會錯老大的意 其實老大沒有在生氣 他把對方拖起來 就打這樣子 對 所以說很多做兄弟的美角 他說美角要很準 但是你當兄弟 我跟你講 看人家臉色的時候最多 時期差不多要 最少要一年兩年 有新的 新的出來 我們還可以讓他看顏色 你還要出來幾年了 你還要跟人家講什麼 那時候才可以轉過來 但是 這兄弟最大的 他的實力在哪裡 叫小愛好 要喊打就打 是喔 要打前面 你都有衝第一個嗎 我都是衝第一個 不然就... 真的 我都是第一個打 打完 要... 智慧連盟這樣 讓阿伯 就打了 你知道嗎 不然就要打吹也有一個 為什麼 一直打... 打吹也好 就耍花了 你... 再打 你打的我還一直都... 要讓老大要看到 對不對 要不然就衝出去打這個 然後立刻往後退 後面剛好上去 你前就打最後一個 你打前一架 我個子又小 人家不是打 第一個先來 人家說這個打 如果第一個打不然 人家先打 打到所有都沒有 人家跑... 我還在... 你漂亮 賣力 這老大會喜歡 老大這個... 叫小好 叫小好嘛 所以說很多行業 看人家臉色 你臉色不要緊 你都要臀臀 對 忍 忍到最後就是你的 對 真的 要不然就忍 要不然就要狠 要不然就要滾嘛 要滾 對不對 對... 這三行一兩個必備 秀慧姐... 秀慧姐很年輕就出道 對 你很年輕就出道 也是有為了工作 也要忍氣吞聲吧 為什麼我剛出道的時候 我爸爸剛好紅 很紅 我爸爸跟拖線就很紅 可是我爸爸就交代一件事 他說你出門 絕對不能跟人家說 你是什麼人的女兒 不然我就很老闆 這樣子 為什麼 為什麼叫蔣年 因為我爸爸不喜歡裙帶關係 他是一個很本分的 對... 他就說你如果要去床 你就去床 那如果床不了一個名堂 你差不多五年 你就趕去嫁人 這樣 我爸爸那時候 給我的指令是這樣子 那時候就十六歲 就跟中式簽約 然後開始以前 演的都是十五年 所以你去中式演戲的時候 中式不知道說 你是阿希的女兒 不知道 如果知道的話也是 對不對 演藝前輩也會互相幫忙 對... 那時候都沒有人知道我是誰 那以前的流程是這樣子 你今天要錄影 你前一天就要先排戲 先對詞 對... 然後再隔一天 再開始進捧去錄影這樣子 那那時候我們就去對詞 然後去走位 然後就走... 好... 第一天去嘛 就拿到劇本 就很專心的 很... 畢恭畢敬 導演好 什麼執行製作 大家都要問醫生好 這樣 好 就排戲排好 就回去了 以前沒有行動電話 也還沒有大哥大 也沒有 還有沒有那個 BBCode的時代 都是要靠家裡的電話 剛好就接到電話 好 電話我就一接 喂 你好 他說我是某某導演 我說 導演...你好 他說導演打電話給我 一定有什麼事 好害怕 好惶恐 導演打電話給我要幹嘛 我說導演什麼事嗎 他說 我是想請問你一件事 我說導演... 你請說 請說有什麼事嗎 他說我要問你 你是不是處女 這樣子 等一下 他是問那個嗎 對 處女 對 對 我要問你 你是不是處女 這樣子 我覺得我心裡就 丟了一下 我說 我是不是處女 是有什麼事嗎 我心裡就很... 很不開心 對 所以問這個是 要演什麼角色 還是要怎樣 是 因為我演那個角色 不是處女 不能演嗎 好 那我就說 請問一下 那是不是處女是怎樣 他說沒有 我是好奇 我想很關心一下 你是不是處女 我說 我以前小時候我真的很痠 跟現在你看到我這種笑咪咪的 是不一樣 我以前 以前我走路到那邊 不想在忙 我都怕懇懇的 對不對 歡迎今天在床 沒有人敢跟我照照問 我是為了演戲 才跟你安排 要不然以前 我家裡又不用靠我養 以前我爸爸 還在床 這正賺錢 我幹嘛要低聲下視的 然後我就 隔一天我就去 打電話給那個執行製作 我說你那個導演 很不適向 他這樣問我很不禮貌 問我是不是處女 我現在可以告他 是不是要性騷擾 還是怎樣 是我處女跟他什麼屁事 後來因為那個執行製作 就去告訴那個導演說 你為什麼去打電話 後來導演一直打電話 跟我對不起 這樣子 那後來那個戲 我沒有加戲 反而我本來 有一到四十集的 後來三集就沒有了 太賤了 對 後來三集就沒有了 三集就被砍掉了 那我的命運就是這樣子 那就有一個導演 他就跟我講說 阿姨我有事情要跟你說 你來跟我來旁邊 一個導演這樣子 我們那部戲的導演 我說導演是怎樣 他說我最近七度比較暗 你可以借我三萬 我就定 那時候拭目相接 你要說不 還是在說要 導演給你借錢 有一點 哥哥 我那時候 演一部戲 扣掉 扣掉稅金才領了一萬 一千兩百五 一二五零 一集 我就訂一下 我拿到那麼多錢 那他想說不要的話 四啊是不是跟上次一樣 我三集就又四了 三集就沒有了 那我就說好啊 我就給他印好 好 我不敢回去跟我們老婆 老婆說了 後來我去找我朋友 我說你先請我三萬好不好 這樣子 我明明說你要做什麼 我那個導演要給我借錢 我怕我如果沒有借錢 我就要三集再四了這樣子 他說好 好啊 好啊 不過你借錢 他如果沒有借錢 他要怎麼辦 我說不會 應該不會 他是導演 後來又開口第二次 我剛才借他 又第二次 第二次 第一次還沒借 第二次怎麼還來 好 又借他 第二次之後呢 我就跟我朋友借 那我就這樣子 有錢就慢慢... 還我朋友 後來到那個戲都演完了 那個導演說 這個三集哪好 三集就都淋了 我想說是不是已經等一個禮拜 他都沒有打電話給我 等了一個月都沒有打電話給我 他什麼時候會還我錢 之後到現在 已經過了大概三十五年了 我都沒有接過那個導演的電話 這個導演還在線上 我都很久都沒有遇到